大家好 最近北约内部爆发了内讧 很多朋友以为这是由于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 他访问了乌克兰 又访问了俄罗斯 紧接着又访问了中国 的的确确 北约国家 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 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这一举动感到相当的不满 那么匈牙利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 也越来越紧张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最近北约国家内部所爆发的内讧呢 首先还不是匈牙利 而是另外一个国家 说起来很多朋友呢 恐怕都会感到意外 那么这个国家呢 就是加拿大 北约国家呢 一直以来要求各个成员国都必须提高军事预算 尤其呢 要能够达到所谓GDP2%的军事预算的目标 可是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最近的报道呢 加拿大这个国家呀 长期以来做美国的小弟 反正不管怎样 美国大哥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美国大哥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但是呢 美国大哥要保护我的安全 可是让我掏钱 诶 我就装着没听见 现在的加拿大远远没有把自己的军事开支 军费开支提高到其GDP的2% 因此就引发了美国和欧盟各国 尤其是北约成员国的不满 在最近要召开的北约峰会呢 将会要敦促加拿大 必须履行承诺 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国呀 向来就是加拿大的老大哥 所谓的没有关系 那只不过呢 就是大哥收了个小弟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军事合作方面 无论是过去美国出兵阿富汗啊等等 或者是出兵伊拉克 或是美国要来亚洲耀武扬威一下 那么加拿大呢 都是紧密的和美国之间合作 但是独独在军费开支这一项呢 加拿大方面呢 一再拖延 我们知道北约国家呢 一共有12个创始成员国 而所谓的提高军费开支 这个承诺呢 是在2014年 那么当时各个成员国一起做出决定的 对吧 不然的话 美国人觉得都让我出钱 我不干 我不愿意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 特朗普眼看又要回来了 拜登呢 最近在美国内部吵的是不可开交 尤其在民主党内部 要不要换掉拜登 拜登自己呢 一直是啊 这个声称 我要竞选到底 除非上帝让我退选 在此情况下 外界已经感受到 特朗普重新回归 重新执掌美国政权的这个可能性 真是越来越大 而就在上一次 特朗普担任美国领导人的时候呢 是不断的对北约 对欧盟 对反正他的 管他门国不门国呢 特朗普都要求 你必须多花钱 多出钱 所以啊 眼看着北约面临着特朗普分爆的袭击 如果军费开支 再不能够得到提升 特朗普上台之后呀 甚至会放话 威胁 要退出北约 而北约方面呢 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就有所动作 目标就开始指向了加拿大 赶紧履行承诺 不要再躲在美国后面了 对吧 于是乎我们看到 在这次的北约峰会期间 那么各国呢 将会向加拿大来进行施压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呢 加拿大政府呢 对这件事情呢 就是爱理不理 爱搭不理 说实话呢 加拿大的的确确 它的周边呀 也没有什么 对吧 这个所谓的战争威胁 也没有 你说俄罗斯也好 说亚洲国家也好 也没有谁跑 开个军舰 对吧 大炮 跑到你加拿大旁边去 反正呀 只要跟美国关系搞好 其他国家 对加拿大来说呢 好像也的确 没有那么的事关紧要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呢 就公布了加拿大 全新的国防政策 那么声称 要到2030年的时候 把加拿大的国防开支 提高到1.7% 显然 这样的一个速度呢 看在北约国家眼中 实在是太慢了 甚至连加拿大的老大哥 美国都不满了 你搞了半天 到2030年 你还才提升到1.7% 还没有达到自己所承诺的 2%的目标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的参议员们 开始动作了 有23名美国参议员 组成的跨党派的团体呢 就开始写信 写信给特鲁多 威胁 声称 你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吧 你这个大幅的 这个减缓 提高军事预算的动作呢 对美国来说呢 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么现在的美国官员 已经越来越多的 站在这个北约国家这一边 不管是不是你的小弟 对吧 最起码你做出的承诺 没有做到 那么因此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内部呢 这个北约的内部呢 大家对于这个谁出钱多 谁出钱少呢 开始了纷争 其实讲白了呀 这一碗水是很难端平的 对吧 你包括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上 那北约就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呀 你美国当然出钱是最多的了 可是呢 眼看着此前针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计划 在美国国会呢 延宕了六个月之久 迟迟无法落地 这件事情看在外界的眼中 就已经知道 美国呀 准备打退堂股了 这个时候 单看你北约 其他国家 单看你欧盟 愿不愿意站出来 而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呢 他早就说了 我只要一上台 对吧 一天之内就结束 欧战争 怎么结束呀 让普京投降吗 绝无可能 那只能让乌克兰吞下去呀 乌克兰能吞得下去吗 难度很大 但是难度很大 那也没办法 该吞 你也得吞 这就是当下的这种现状 所以我们看到 加拿大在最近一些年呢 的确提高了军事预算 但是呢 提高的幅度 没有美国和北约国家 预想的那么多 于是乎呢 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期间呢 加拿大就会被成为一个 喷嚏的对象 喷嚏的对象 在北约峰 北约的内部呢 类似的这种 谁出钱多 谁出钱少 在日子好过的时候呢 看起来都好说 美国慷慨一点 对吧 当老大的嘛 多套点钱 其他国家 这个德国 法国 这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多给点 其他国家嘛 意思一下 其实也还好说 但是现如今啊 已经捉襟见走了 谁也顾不上谁了 美国呢 是负债 对吧 债台高筑 这个国债呢 美国国债呢 已经是不断的创下新高 这已经严重的拖累了 美国的长期发展 甚至对于美元的霸权 都构成了冲击 其他国家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看到了法国 刚刚结束的选举 法国所在的 这个马克龙所在的政党呢 已经不再是 国会第一大党了 这是法国的状况 比法国更惨的 还有德国 德国的 红绿灯的执政团队 舒尔茨团队呢 他已经在 德国的民调当中呢 远远不及其他政党 那么德国的 这个执政团队呢 眼见着 也要分奔离析了 在此情况之下 这些国家 经济发展表现又怎么样呢 显然 也不尽如人意 德国经济 处在衰退的边缘 去工业化 大量的工业企业 被欧战争所拖累 那么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使得这些企业 只能选择其他 其他的这个国家 有的投资中国 也有很多呢 去了美国 所以啊 美国的小弟们 跟着美国喊打喊杀的 结果就是呢 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好处 被美国人拿走了 所以既然日子都不好过 这个时候怎么办呀 大家就开始争吵 开始来争抢利益了 为什么让加拿大多出点钱呀 很简单 捉襟见肘了 对不对 又要自己搞演习 又要防止俄罗斯 又要援助乌克兰 那么在此情况下 口袋里就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呢 你算算账 对吧 谁 这个汇费还没交够 赶紧交钱 不交钱 我们就怒怼你 这就是当下北约的现状 如果只是内部 谈钱的问题呢 恐怕也就罢了 那北约的内讧呢 远远不止钱 这一件事情 那么更加影响 北约内部团结的 还有什么呀 还有它的路线之争 我们知道呢 欧洲国家是组成 北大西洋联盟组织的 这个大多数国家 都是欧洲 那么另外呢 就是美国呀 加拿大呀 这些国家 实际上呢 欧洲国家呢 在针对俄乌战争 针对北约未来的发展 等众多的路线呢 其实有很大的 不同的声音 你包括像这个欧尔班 对吧 他是匈牙利 匈牙利向来呢 就坚持独立自主 你甚至包括像 意大利 他的这个国家政策 像希腊 像西班牙 也有不同的思考 甚至法国 在坚持战略自主 那么之前 法国总统 马克龙曾经说过 北约已经脑死亡 而德国呢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 作为美国的 长期的小弟 作为美国 大量驻军的地方呢 自然没有他多说话的余地 但即便这样呢 我们也看到 德国方面 目前也是面临着 众多的问题 所以路线之争 是北约未来 必须面临的 一个重大挑战 如果北约 阻挡不了俄罗斯 如果乌克兰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 很快只能被迫 接受现状 而停火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 本身呢 对北约就会造成 重大冲击 平时的时候 这帮政客 说话说的正天想 对吧 援助乌克兰 保护乌克兰 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无非就是多死了很多人 最终结果也就是如此 所以呢 外界开始去琢磨 你这个欧洲的安全 欧洲的自主化 依靠北约过去的强硬路线 真的能够走得下去吗 更不要说 当下欧洲所面临的众多战略困境 就是由于北约东扩所导致的 如果不是由于北约通过 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军事组织 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所谓东西方对抗的局面呢 更谎论 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甚至声称要搞所谓亚洲版北约 我看呀 这个真是啊 这个烧 这个发烧烧得够高的 啊 这个脑袋发热 还要搞亚洲版北约 你自己欧洲战场 你问题能解决了吗 你自己搞得定了吗 你援助乌克兰这么久 对吧 收复尸土了吗 如果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又开始掀起新的冲突 新的热点 对北约来说 对北约的成员国来说 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吗 不管怎样 我们来看一看 在欧洲内部 众多国家的右翼的团体呢 已经开始抬头 比如说德国的另类选择党 比如说法国这一次的右翼的这个团队 啊 再比如说像这个西班牙 像这个意大利 已经是右翼之争 而沃尔班呢 就是欧洲独立自主的又一个代表性人物 我们来看一看 沃尔班最近他访问了乌克兰 访问了俄罗斯 紧接着访问了中国 那么中国在7月8号就迎来了这一位特殊的客人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次的沃尔班的访问 所呈现出的三个细节 那究竟有哪些值得这个观察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呢 沃尔班在访问完莫斯科之后呢 就紧接着说啊 要到中国来访问 那么西方当时肯定呢 相当的震惊 因为此前没有任何消息泄露 消息泄露 那么沃尔班突然之间 在结束了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访问之后 要来中国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计划 新的方案 新的关于俄乌战争的思考的路径图 要提出来 经过各方来进行协商和探讨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景 就是 沃尔班呢 在北京 在北京时间7月8号的凌晨 就抵达了北京 当时呀 是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这个华春莹女士呢 到机场迎接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中国领导人呢 在8号上午就会见了沃尔班 那么会见沃尔班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双方讨论众多话题 但是呢 我这个沃尔班此行的重点 一定是俄乌战争 因此针对俄乌战争 那么沃尔班有哪些东西要说 我想才是这一次 那么会见的核心 那么 沃尔班方面 是不是有他的路线图 是不是有普京和泽连斯基 他们自己关于这场战争 如何结束的一些思考 在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可能的共识 值得探讨的 我觉得是这一次呢 会面的重点 因此中方呢 主要就是听 对吧 这个沃尔班的匈牙利和中国关系向来不错 中国在匈牙利呢 有大量的投资 包括基础设施 包括这个我们说电动汽车 新能源电池 那么投资范围非常广泛 投资金额非常巨大 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 包括中国和沃尔班的这个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呢 向来都比较好 因此呢 沃尔班访问中国呢 自然受到了很好的欢迎 那么在基辅和莫斯科访问之后呢 那么这个沃尔班呢 他自己在视频当中说 他这一次到中国来呢 是专门来进行报告的 他认为这是他所推动的 俄欧战争和平使命的第三战 他说到了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 那特别谈到了 交战双方对战争最终有发言权 但是世界的第三力量 包括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等等呢 那么对战争的结束呢 都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说明呢 这一次欧尔班访问中国呢 他的目的非常非常单纯 就是来汇报 他要斡旋整个欧战争和平进程的奴隶 最先取得的成果 或是一些思考 或是一些路径图 北京呢 是他去访问基辅 访问俄罗斯之后的第三战 用他的话来说呢 他这次访问叫做和平使命3.0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谈到北约的内讧嘛 自然要说到 欧尔班他的这些做法本身呢 引发了北约其他国家的不满 尤其我们首先看到了 引发了德国方面的不满 是欧尔班访问了莫斯科之后 匈牙利立刻取消了 与德国外长的会见 我们知道德国外长的布亚伯克 是由这个德国的绿党 所他的这个成员来担任的 那么德国的外 作为外长呢 向来就是强硬派 始终呢 跟随美国路线 因此呀 在俄欧战争这件问题上呢 坚持对抗到底 战争到底 那么在北约的内部呢 那么也秉持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但是作为欧尔班 作为北约内部的 其他的一些成员国的看法来说呢 这个时候 高喊口号毫无意义 你说对抗到底 战斗到底 你究竟要如何对抗 如何战斗 你究竟要怎么做呢 所以说 面对德国方面 针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访问莫斯科之后的 波然大怒 那么匈牙利取消会见仪式呢 德国的这位外长呢 也显得很闷 首先第一点呢 很清楚的 匈牙利一定是有脾气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匈牙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即将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呢 担任欧盟的这个 轮值主席国 我们知道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对吧 你有了这样一个身份呢 那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 斡旋 到乌克兰 到俄罗斯 到这个莫斯科 到中国 到美国华盛顿呢 他自然就有了一些 不一样的这个身份 对吧 我们知道他 他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代表着欧盟的 一些这个角色 来进行斡旋 那么因此呢 如果未来能够取得一些 可能性的话 那么他会把相关的方案 那么设定在欧盟的 这个全体理事会的 议程当中 那么对于结束欧战争 当然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因此其他国家 在接待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的时候呢 也不仅仅把他当作是 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 而是把他当成 欧盟的轮值 这个主席国 来进行看待的 所以这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因此在德国 针对匈牙利 开始各种批评之后呢 那么匈牙利方面 也是非常有脾气的 对吧 既然你这么多意见 那干脆咱们就别见了 所以呢 匈牙利的外长呢 就陪着欧尔班 在外出访 那么对于德国来说呢 采取了一种 不搭理的态度 不搭理的态度 这是眼下的 这个一种情况 当然我们最终呢 不仅仅要关注 北约的这个内讧本身 还要来看一看 那么欧尔班的 这一次的斡旋之旅 以及欧战争 未来的前景究竟如何 对于北约来说呢 在欧战争 只知道这个加油 天火 那其实根本 也解决不了问题 也凸显出北约这个组织 它的战斗性 它的这种 这种这种 偏激 但是呢 又无法解决问题的 一种现状 因此在欧尔班 访问中国之后 我们看到了 和中国领导人 会面之后的 这个媒体报道的通稿里面呢 传递出以下 这些重点信息 首先第一点呢 还是大原则 就是早日停火指战 寻求政治解决 这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打到现在 再继续打下去呢 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眼看着 也打不出什么名堂了 那么乌克兰呢 不要说什么武器弹药资金了 甚至乌克兰 连征兵的这个年轻人 都找不到了 你说这个仗 还怎么打下去 那更不要说 外界的政治环境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吧 眼看着 眼看着拜登 现在说话都说不清楚 特朗普即将回来了 而特朗普对北约的态度 他本身都要退出北约 你说他还会支持 给钱给北约吗 更不要说特朗普 接二连三不断的说 我只要一上台 马上俄乌战争结束 对于乌克兰来说 如果不提前布局的话 到头来恐怕 自己是会吃不了豆子手 那么另外一场呢 另外一点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一次的通稿当中 提到了要遵守战场不外衣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的原则 尽快推动国际局势的降温 大家想想看 就各方不拱火这一件事情 能做得到吗 对吧 欧洲国家不断声称 要把这个战斗到底 美国曾经说过 要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只要你还有一个乌克兰人 愿意战斗 我都给你提供武器弹药 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战事不拱火 各方不拱火 这第三原则 有真的能做到吗 我看难度很大 如果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希望这场战争 最终以乌克兰的这个大规模的胜利 而终结的话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更不要说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竟然说 只要乌克兰能够打败俄罗斯 我们就可以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了 朋友们你想想看 这是把乌克兰当猴耍呀 对不对 乌克兰如果能打败俄罗斯 我还要你北约 对吧 那我干脆直接把俄罗斯打败之后 我再把你北约给灭掉算了 那么我乌克兰一统江湖 对吧 把欧盟把欧洲大陆 把这个俄罗斯大陆 完全统一起来 这多好对不对 成为一个欧亚大帝 泽连斯基欧亚大帝 有这种可能性吗 你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 讲出这种话 对吧 只要你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你就可以加入北约了 你不如说让他直接去 对吧 自杀算了 那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呢 这个美国呀 真的是够坏的 不断拱火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 中国和这个匈牙利方面 那么双方沟通之后 谈到国际社会 要为双方恢复 直接对话 谈判 要创造条件 要提供助力 所有大国都应该 发挥正能量 而不是呢 在这个不断的去拱火 不断的让冲突 变得更加激烈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中国方面始终是劝和诉谈 希望能够停火指战 那么匈牙利方面 和中国的主张呢 基本也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方面呢 在后续 在关于欧战争的问题上呢 肯定会继续扮演 关键角色 而匈牙利呢 也会抓住 这接下来的六个月的 这个欧盟的 轮值主席国呢 这个身份呢 去不断的去在国际上 希望呢 在欧战争的停火指战 这件事情上呢 能够扮演一些 积极的正面的 这个促进作用 对于欧尔班本人来说呢 虽然北约内部 虽然德国非常不满 所以北约呢 不断的去叫唤 等等之类的 但其实呢 谁都知道 到时候了 也是时候了 对吧 对于欧尔班来言呢 他只会赚 但不会亏的 他怎么可能会亏呢 因为很简单的 他和平嘛 是所有各方都愿意看到的 尤其欧洲内部 现在呢 已经啊 这个压力非常大了 所以说 有这样一个人 跳出来来解决问题 也能够保住 其他国家的一些面子 对吧 你们不是说 啊这个要战斗到底吗 你们也不好出来谈 那欧尔班来谈 他正好呢 过去的立场 和这一贯的这个主张呢 对各方来说 也都是能够说上话的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关于战场不外溢 啊 战事不升级 各方拱火呢 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啊 谁都清楚 那么欧战争呢 想要能够真的结束呢 难度也非常大的 那么中国领导人 在会谈当中 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只有所有大国 都发挥正能量 而不是负能量 这场冲突 才能够出现 停火和爆 停火的这个曙光 那么真可谓是 切忠要害 对吧 一针见血 啊你说 你所有大国都要有这样一颗心 这个事情呢 才能够做落地 才能够真正的所谓停火指战 如果只是中国方面 啊 这个说 去劝和 啊 群压力方面 双方走动走动 啊 美国和北约还不断的提供武器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拜登所说的啊 只要有一个乌克兰人愿意战斗 我都给你武器 那怎么可能这个战争结束的了呢 北约不断声称 只有中国能够结束战争 其实啊 我看只有北约 甚至我们关键的说 只有美国能够结束战争 只要美国不想结束战争 这场战争呀 我看就根本结束不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啊 关于这个欧盟啊 关于北约啊 爆发内讧 欧尔班突然访华 一系列的讨论和思考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